當開始要進入職場還是很茫然 主要是對於甚至有覺得學費所用 或自己害不上用者 我想這些訊息都提醒著教育部門或學校 我們應該要讓學生有更多更多 讓他來體驗、了解、探索 來了解他自己的這樣的一個信息子所在的一個措施 所以規劃這個方案其實主要是想提供 這些對自己還在猶豫的 對自己的未來的路徑還在猶豫的學生 有一個選擇的機會 所以當主方案規劃推出 確實有7000多位高中子的學生 他們跟家長討論表達這個意願 當然這是第一年的示範 一直到我們正式提出申請的時候 大概有2300多位的學生提出這個申請 我想這個數字有落差 那我們也進一步去理解 那當然蠻多的因素 第一個也是考慮到包含蠻多的爸爸媽媽 總是希望孩子如果已經有學校了 要不要就先去讀 那另外一個是我想這個是第一年推出 那對於一些學生後續的這種發展的路徑 他們可能也多一點考量 比較學習表現優異的孩子 其實他這一次裡面也投入了 顯然學業的表現應該不是學生唯一的一個選項 那教育部在考量到這樣的方案 也會更來思考後面學生在大學的這種多元的圍爐的這個路徑 這個可能可以讓未來有更多的學習者 他可能從職場上發現自己的不足跟需要 他願意來更多的學習 以及特別說現在的年輕人所要面對幫我們工作 有六成是現在還沒被發現的 而且現在會的能力在一個階段裡面 他可能完全派不上用場 那麼從這樣的一個可能性來講 要幫青年找出給他最好的就是了解他自己 不只是說這些學生進到目前申請 重要是他們在進入職場之後 我們都已經組成這種類似輔導的機制 對於個別的學生他在職場上 也會有他在整個學習上面的一些 過程上面的支持跟協助 那我們也比較希望看到說 這樣的一個過程的經驗 能夠未來可以藉由他們來分享更多 他們的這些學弟學妹們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